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知道吗 就是我的牙齿掉了出来 别人甩眼 掉了掉了就咔就MG了 而且我这一趟来新加坡 我不是跟公主抢饭碗 我是跟Auntie Lucy抢饭碗的 嗯 在戏里呢是饰演黄秋妹 她呢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一个红头巾 那跟Tiffany比较多对手心理她是我表姐 因为我的表姐她比较难搞 所以我们就搬搬搬搬搬从那条街搬到那条街 再搬到那条街 然后就终于在住宅馆里落脚之后 我碰到了阿海哥 暗地里我就非常的喜欢她 大家都看得出来 也是看着她跟关小姐的一些事情 我默默心里会难过啦 女人上说你们 MG合作过很多次了对不对 对 那这一次有什么特别的吗 嗯 还是 已经有很多活化了 跟她 嗯 不然你演的 周影 你们说周影是吧 周影没有 哥他只不过是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说 可是我和周影是熟了啦 太熟了 所以 并没有那个那种感觉在对 以前戴阳天在演 可是并不知道演什么 也并不知道什么演是对的 拍这部之前我已经知道了 什么是表演 然后表演应该怎么样的 所以士兵刚才就会说 这可能是我的一部代表作 一个原因也是这样 嗯 我已经 这以前演戏都会有遗憾 或者说有后悔 这部没有 OK 我每每一部都是男男主角 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过 因为我 呃 没有信心去看 因为我觉得自己演的很难 我这边也要和 观众还有一个制作方说声 sorry 我之前真的 呃演出来的人物没有灵灵魂 以前我是怕看 就怕看 为什么会演的这么烂 怕看 然后 我在想导演看我片的时候肯定是 你可以好一点吗 再来 然后后来我就看到那场我扇耳光的戏 这场戏 我们拍的是一位 TVB导演 我就和他说一句话 这场戏你必须要看到我扇出血了 你才可以停 要不然你不允许给我咔 是 我觉得 一定要这样做 我可以演演演得到这样闪了 可是 这个疼痛的力度不在那边的话 我认为观众的感受力会小 我必须要那种啪扇上去是真的是自己的声音 而不是后期配的 这种声音是没有用的 是必须要这样的声音才才能够 才能够感 让观众感动到我其实是很痛 对 对